大王他前面讲到那个 就是说人家没有失业 储着失业金的那个东西 他没买 他就是个法盲 怎么没有呢 他自己没买啊大哥 你没交那个钱呢 不是 那个是包含在社保里面呢 对 在无限一金里面 你上班就有 没买 没买就没买 行了行了 别去的 听听长毛怎么的 怎么事长毛 我今天啊 我直播间老热闹了 都是新活 都是新活 以前没见过的活 什么新内容啊 比如说刚才一个叫 富贵花的一个老哥 上来就说 我打压爱国声音 把我打成反贼了 说看了我的切片 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打压爱国声音 我说那你举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举不出来 你就是打压我 反正我就打压爱国声音了 你就是打压我 然后还来一个 那个谁 那个猪子姐 你能不能不跟旁边 跟人搅和呀 待一会儿 人家说这种事 打压你 我这边不明真相的 光光举报你 你信吗 你说 完了呢 我看什么呀 我凌晨一点半 还来一个华晨宇的粉丝 我说我这个直播间 不混你们分圈啊 跟你华晨宇也没关系 反正不行 我不承认华晨宇是 中国摇滚第一人 就不行 我说我不懂摇滚 那也不行 必须得认了 华晨宇 中国摇滚第一人 疯了都 就就就 把我直播间打成 那个华晨宇黑粉头子 说我污蔑华晨宇了 说我 说我为什么不喜欢 华晨宇 肯定是看了营销号了 就不知道他不行 我说我 我 对 不知道不行 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喜欢华晨宇 因为我看了营销号 怎么给华晨宇整到那个 整到那个 整到这个 这阵队里面来了呢 不太合适啊 对啊 我刚才前两天 那个 前两天的那个 自我成功论 那大哥又来了 又一顿质疑 这回连party都质疑了 质疑全世界 那你 那你这挺硬实的呀 没给你抬走 我主打一个语气温和 不说敏感词啊 大哥自己抬走了 我现在 我跟你说 从 从开始对线到现在 我感觉我最大的成长 在哪 不 不翻脸了 我原来一整就鸡眼 鸡眼就扣三分 我分咋扣没的 我跟你说 低俗扣一半 另外一半全是由于鸡眼 不能鸡眼 你温和点说 有理说理 现在给我逼的 我像王探长似的 我这说 什么是文明 文明是平和的交流 给我逼的跟王探长似的 要不真抬你 我这信号 我这信号挺硬实 刚才那个富贵大哥上来说 我打压爱国声音了 光光一顿压外 嗷嗷喊 你就缺个麦克 现在我周边的都已经配上我的麦克了 我的麦克配上压麦无敌 本直播间有争议 就咱俩使一样的麦克 咱我直播间的我也压你 就是所有麦克就全压不住 他们说今天来你这 那个是来过我这 那个扯物业那个 对就是那个领航员 领航员 上次说了 上次赛雷也搁这块 说了 那个自己一三年开厂子 开到二三年 中间呢也经过什么 那个办证啥了 感觉到感受到那个黑暗了 感觉自己 完了到今天呢 不需要去感恩任何人 都是靠自己挣出来 上回拥护这事 那个掰他一顿 那个你就是你不敢 我说那你上非洲开嘛 对吧 没有刚才卡了 刚才网卡了 就这个 就下面这领航员 我现在声音能不能听到 能听到 你要不要跟长麻辩解 那个辩论一首 那个南北那边的 主体那边的 你这有专门玩 专门玩这个的 你别 我跟他辩论 我不跟他辩论 怎么回事呢 我不跟他辩论 怎么回事呢 你是 你是搁这一圈 得挑学历最低的上来 上来起伏完 结果没起伏明白 不是跟你 不是跟你 跟跟赛雷 跟跟 那个都能聊 聊聊 你长麻聊不了 长麻他 他就是现在完全 任何人啊 他一旦对某个东西 他可以有兴趣 他可以研究 一旦某个东西 成为他的信仰 这个人 他就 就会 只要不是这个信仰 都是敌人 他心态已经变 他跟那 小胡子差不多 感觉 那你抓挺报警啊 我在欧洲 这玩意违法 我要是跟你确定 跟小胡子一样的话 那就是我纳粹呗 哎呀我这麻烦 是这衣服 你小号 你注意点吧 你注意点吧 林唐元 要不你跟我聊吧 我朝妈 你不能给这个 猪猪提及 我也不跟你聊 我不跟女人聊 聊这个 你不能给他提及吗 他跟他 他跟他 他跟他干啥似的 他跟 你跟我聊 背离行员 你不跟你聊 你跟女人讲 不过道理 这里没有 你当我是男的 不是 你上来说 你上来 这个 这个歧视 就 性别歧视 就不对了 你这 他一定是 你不管是哪个 他一定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才会变到 自然而然 就会变到下一个 而你想 你想强行的 就把还没到 那个生产力的地步 你就把那个东西 拿过来 那天你说的话 我成了 生产力 生产力进步 一定是按照这种 我打断一下 你的意思 现在又想跟我说了 是吗 又 我 不是 我不想跟你说 我不想跟你说 林唐元 要不咱们还有河南话 聊聊呗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说 诶 竹竹 竹竹你是谁的 我不跟你说 我隔墙给你说 竹竹你是谁的 这是咱都是 老神了 咱咱要不咱 拜个剧 河南咱喝两个 你跟这样的 我咋给你喝了 你啥时候会来 我给你喝 我一直都跟咱打中过来 我一直不是罗阳 都整周 抢连个信仰了 我家就是信仰了 我点点帽子跟你喝 我家就是信仰了 我家年就给信仰了 你看看我那视频 我就给信仰了 那你明尔葱呢 开车 你罗阳到这 罗阳中透 你别给这块喝了 行吧 朱姐 你别喝了 你要跟他吃饭回去 咱就别见面了 你要跟他吃饭回去 咱别见面 别给这块喝了 整个 整个 我感觉 我都有立场 有问题 行吧 你别给这喝了 元侯时代 是那个东西 是你信仰的 那个东西 但是 在元侯阶段 是我信仰的东西 不对吧 对啊 不对吧 元侯阶段的生产力 达到了 达到了老马家 说的那个生产力了吗 哥们 所有人 所有人 你的意思是 老马家对应的 生产关系 对应的是 元侯时代的生产力 哥们你别 你别打断我说话 我说了是元侯时代 和那个人类最末期 只有这个两个阶段能达到 中间不用想 生产力达不到的 元侯时代 你把元侯时代 跟人类最末期化等 这是我被疯了 没有没有 大属于啥情况 不知道应该是朝妈没了 朝妈的脸还定在我的屏幕上 你们能看见朝妈的脸吗 你们看不到 我只能看到你的脸 你在吃海财 朝妈的脸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一个 那个老师 朝妈的脸 现在就在我自家门上 看见没有 朝妈卡着了 我妈还走了 朝妈没了 他刚不是说他号得硬吗 谁到了 那我就一个元侯 他 那我也没说啥呀 我只能这么说 禁英者嘎 禁英者嘎 嘎了 我咋没事呢 咋没没事啊 我闭麦呢 我闭麦吃海苔 能有啥事 我闭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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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现在是不是下午两点 一点四十八 我这边是九点四十八 早上 那不是说那边跟咱们时间正好是对的吗 美国东东部西部视察不一样了 那你觉得就是我三四年以后能不能就是让孩子过去 把他捞点别的吧 别捞这么敏感 认知不一样 造不同不相为谋 你孩子过来 我建议你先你先出来 你说我就是按旅游过去就是看一看是吧 你全家都过来对我柳子感受一下人当地的人 我舅爷是在那边 我舅爷就是我爸爸的二舅他现在在那边 他是退休了以后过去了 该说不说你舅爷挺杭活 你都多大岁数还有舅爷 你这你别人身攻击 我没人身攻击 我舅爷早没了 我舅爷都没了 我以为你跟我岁数不差不多吗 我三十六啊 八七年吗 OKOK你去溜达溜达 我建议你去国外看看 你带着几个目标 你带着几个目标 别别就是别别就是光指这个游山玩水 你带着几个目标上国外去看 不是英哥 我舅爷不是那个 我舅爷是人家正常的 就是退休 我没说你舅爷 我没提你舅爷了 开个玩笑 你节目叫我 你别你别往心里去 而且我舅爷到那边啥也没干 就是就是养老 就是单纯养老 行 就是我我这么跟你说 我这么跟你说 你上国外 你带着几个目标 去旅游的一趟旅游一趟 这两个男人 我就去找他们 前几天我们俩还聊天 我说想去找他 但是你来吧 来看看 别找亲戚 我没去过 我告诉你 亲戚会影响 我跟你说一个过来人的话 亲戚 朋友 在美国的 他一定会影响你对美国的认知 而如果你这 那我肯定得找亲戚 不是 你这亲戚朋友 只要不是我 你的认知一定会朝好的方向去带 这个难免了吧 你这个天平容易端不平 你要听我的 你上国外溜的一圈 你去感受一下 就是 就带着目的性的 去跟国外的年轻人交流一下 你看看他是什么状态 就是你要说英文不行的话 你就找中国的 中国人在美国本地长大的 比如20岁的 10岁的 15岁的 分别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多去看几个人 然后看看人家所谓的学区房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要带着有色绿镜去看 哎呀 这个地方都好 独门独户 门前待院 这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 以及他这个 以及他的这个人口密度 决定了他这个房子的样貌 你不要老是带这一圈 那房子还是木头的 所以说你 你呢 先去带着带着几个点 你上国外去看 一一看啥 看所谓他们的学区 孩子上学了以后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孩子在不同年龄段 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又是什么样 一定要看不同的族裔 中国小孩是中国小孩 咋的了 义父 义父 嗯 不是 去睡吧 你不是前面上个的 同意来吧 那哥们 那哥们 你听见他的这些论点了 这跟上回基本上一样 来 拉一个用户双眼怪 用户双眼怪 调整一下心情 那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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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奴婚 这一说我设设的 我不就一直设设的吗 怎么呢 谁说我设设的 怎么回音呢 遇奴婚 遇奴婚 没动婚 怎么事主姐 啥意思 他说我设设的 他说我设设的 我不就一直设设的吗 你确实有点设设的 你我这屋里面老些 我这屋里老些人都不认识你 你上来改那块整那套 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你 他不认识你 他光光给你点人举报 你倒是车都给你抬走 哦 懂了 别给人 别给人咬 他不认识你 他光光 光光给你点人 我这不是想着我们河南人吗 你就河南人不骗 河南人让他来找我 你跟这种人见面 真说 真说见面吃个饭啥的 我说实话 我想要埋态 我想要埋态 你回忆 我咋埋态了 我的妈 精神 我精神洁癖 我觉得我挺好 精神洁癖哥们 我不是 我不是不知道他吗 我刚认识吗 我们好歹老乡 我宁可跟凡凡 我宁可跟凡凡吃火锅 我不想跟你有关 我说实话 那咋不如他 我也不能跟人开出河南呀 真的 我宁可跟凡凡 我住院上宁可坐着凡凡跟讲师 我们仨吃火锅 我不跟你 我都不跟你 我要不是 因为是不是 你说 你自己说 是不是因为我说的这些话 让你反驳不到 让你破坊了 你觉得 你觉得我破没破坊 按你理解我 我觉得你破坊了 你已经前驴技穷了 你挺会觉得的 我说实话 你挺会觉得的 你觉得的挺好 画面怎么卡 我也不到画面的卡了 我把素材删掉 从中看一看 你在形容是吧 我前两天就在形容在这 我家就是形容 你跟我聊呀 河南人不骗河南人 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 不跟你们聊 我就愿意跟英哥聊一聊 英哥没得利益呀 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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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得利益呢 阿仁阿浅说 我有复活卡 我有复活卡 我有捷径卡 我真跟你就是 你都不问我 前两天在形容干啥 咱真说 就是别激 咱也不激怒 咱也不啥 他真说说两句 哥们你的认知啊 就是他合理 他合理 不是咱先抛图对错来讲 他存在即合理 你的这个认知存在 他是合理的 而且不是你意义的 我跟你说英哥 我跟你说英哥 我们家说实话 我们家挺红的 我爷爷 我奶奶 我爷爷 我奶奶都是教师 干一辈子教师 我是没这 我是没这 我是没这能力 有的能力说 说我给你铲了 连根 我给你铲了 真的 我连根给你铲了 就拥护你 我连根给你铲了 我连根给你铲了 我爷爷 我奶奶都是教师 我妈也是教师 都退了 我 我老丈人 是那个咱们的 就是咱们怎么说 不能说那仨子 就是帽子 帽子叔叔 领航员 你在河南对吧 你在行阳是吧 你真是 对啊 你真是在 那不就行了 你这个 你说有的 你把家里偷给我 你存存 你存存中国好女婿 你是啥 坑你老丈人 你把家里交给我呗 你交给人大头鹰干啥 人家在大票来那么远 我前两天就在行阳 我想去 你知道吧 我想去 你先把你行阳家里交给我 我看看你能出去不 河南人不骗 河南人 我在美国待的时间 也不压于大头鹰 咱忘掉前面聊的 就说今天你是一个 兜里有点 完了想出国的 咱俩聊了这个 我不是 我不想出 我想把俩孩子送去 你都不想出了 你俩孩子送来干啥 我去那 我去那挣不到钱 我去那 我之前连麦的时候 我之前连麦的时候 咱说那个 那天 义父说想看 完了我又看了一下回放 那英伟达 高管大哥 混得不差了吧 在英伟达里面的 他把孩子扔美国 他的朋友 也是孩子同班同学 家长 就是 也在美国 等于没事帮他有个照应 那孩子 就是他朋友家的孩子 嘎了 嘎了 给他吓得 给孩子 就是什么毕业 什么转学 啥也没办 给孩子直接领回 领回国去了 你孩子 万一 咱说万一 你跟国内 国内不存在 这可能性 没有 根本不开口 不允许 感谢那个 胖文学的会员 就是 他根本不允许 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不会发生 他只要会发生 别说几率大小 他就有这个可能 你人不在旁边 他万一的话 怎么说 对吧 这是这是问题 问题二 那你 我听说你是姑娘 是吧 我一姑娘 一孩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那姑娘 儿女双全 咱说 对 儿女双全 咱说那姑娘 回头跟你说 那个爸爸 这是我的男朋友 他是来自非洲的 那个 穆罕默 那不行 那肯定不行 那打死都不行 那必须 要是白人还行 他是来自 他是来自中东 穆罕默的大比嘎 你能交流吗 这是问题 你打开 你所打开的这扇门 它确实是一扇门 咱别说好 别说坏 你所打开的这扇门 你能兜这个底吗 你到时候 你确定这个人不行吗 穆罕默的大比嘎 没说了吧 头上一块布 全是我最负 你能知道 他是咋回事 完了 已经把你姑娘 领回去了 告诉你 这是穆罕默的大比嘎 的第三十几个媳妇 你到时候哭 你知道吗 你懂吗 对不对 你这扇门 打开了 对他们来讲是好事吗 说实话 就从你这一代开始 你说我对全世界都有个了解 我上国外去待一待 我都推荐你去 孩子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 他是一张白纸 有没有跟你说过的话 孩子上白纸 你怎么写 他就怎么 他就出什么 出什么字 你写什么字 他出什么字 他是啥也不懂的 你给他送到这个地方来 我先这么说 他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假设说你现在还小 待到二十五六岁 到他人生自由选择的时候 我先问你 他有一天想回国 他还能不能融入中国的社会 你等于断了他的后路 你看似给了他一条出路 但实际上你断了他的后路 这是很重点的 这就跟我一样 我二十多岁出来的 国内基本上该见 我也都见过了 我二十多岁出来 我现在三十多岁 我想回都费劲 我都不一定能找着营生干 那假如说你孩子出的这么小出来了 国内还不经事事呢 啥也不懂呢 完了在国外 一顿快乐教育也好 啥也好 长大了 是天真烂漫又无邪 挣个十几二十块银小时 讲话自己觉得自己挺充裕 也不比也不啥 不急不躁 也不跟你要 天天整个日子过的 你就恨铁不成钢了到时候 我告诉你 男孩在国外长大的 很多父母就是 在国内给送出来 在国外长大的 父母都有这种感觉 恨铁不成钢了 你这一点也没继承 你爹的雄心壮志 你这些怎么 你怎么给这 奶茶店 你怎么给这摇上奶茶了呢 这个外国 我跟你说 买奶茶店 摇奶茶 小孩他爸 都有可能 你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你就有可能都是 你听都没听过 卖卖 卖卖 现在卖炸鸡呢 你听着吗 我还想着 把卖卖怎么走回来了 你说话我一直没 你说话我一直没打断你 但是我想 我刚才不是说白人还行 下面都带 也不知道带节奏 也不知道啥 我不是说白人还行 你们听错了 就黑人肯定不行 不代表说白人行 黑人肯定不行 打死都不行 领航员 领航员 我跟你说 就这样的话吧 咱都是河南人 我不知道你啥样 我今天跟你闹个磕 大腾也怼我了 我不是你们想象的 那种驴马烂的 我就是一个 就是你别擦嘴 你就跟我似的 孩子在美国 我现在回来为啥 就是给孩子扑路 赶紧给孩子弄回来 你不是说我是利益既得者吗 我既然利益既得者 为什么孩子已经在美国 我搭着头想尽办法把孩子整回来 为啥 你觉得我傻 还是你逼我聪明 他听不进去这个东西 我跟你从生意层面说说 那朱朱姐 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孩子是哪个级 你管我孩子哪个级 洛阳出生了 学学国际法 我儿子应该哪个级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从买卖角度 咱说投资买卖角度来讲 这个事你当个投资看吧 我跟你说点 就是我只有当 我只有当 当你是一个正常人 当你是一个 混得还不错的人 我才讨论的话题 我跟你聊聊这个 未来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 随着经济的增长 比如像房价 美国的房价 它肯定是不断向前的 只要它的经济不大崩盘 肯定是不断向前的 这个向前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比例和幅度 我告诉你 以今时今日的 先说不动产 房价这个东西 它已经涨到了 它未来20年左右 以内的 至少得是10年左右的 价格 那中间 它就会存在一个断档 断档断在哪呢 断在普通人身上 不是断在 你这种都是油籽的 断在美国本地的普通人 或者美国本地的外来普通人 断档断在这些人身上 怎么个体现法呢 就是 他们正常来讲 应该是个水涨船高的东西 现在水突然 没过船了 把船变成潜水艇了 然后这个船在 慢慢往上追 中间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我那个寓意 中间这个过程很难熬 传不了气 现在它就是属于这个状态 就不单是房价 它的整个活债也好 什么也好 它这个突然间 它涨太高了 你这船还在那里 这是你们说的 这是你们说的 在咱们这一代人 有声之念 它依然还会在那个位置 它在这个位置 但未来不确定 这一定知道 咱们一定会回到第一 你说这个对 它确实 它确实 在它的这个位置之上 而且确实 不会短暂之内 出现什么大的变动 但是它现在这个位置 还是不是曾经的这个高度差 比如说它现在是130分 比如说它现在是130分 曾经的别人都是30分 现在别人到120分了 到100分了 到90分了 全世界都这个 它这个130分 它又往上突破了多少 它也会突破 按照比例来讲 这就跟咱俩说 咱俩一起下载个游戏 你先下载 你下载快80%了 我才开始下载 但你到85%的时候 我都已经垂到79%了 你预计咱俩谁会先下完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要看发展速度 这是个投资眼光 这是长期眼光 你把它当买卖做 行吧 你要看发展 因为只有在发展当中 你才能从中分为耕 咱们现在刨出 国籍和语言的问题 以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你认为 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说到哪 我能挣着钱 我能当老板 以你现在这个实力 在已经到了90%多 下载进度的这个地方 你还能不能挣出一个 你挣不出来 你按投资上来讲 我告诉你 你也挣不出来 明白吧 如果说现在咱退回 退回到说 你说我现在国内 国内可能不如他 但是国内的进 这个发展速度 你在从中 你只要不掉队 你是指定能吃到这口饭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跟你 你既然是玩抖音的人 我跟你缩小到 抖音里面来讲 当年抖音的头部 网红红利息 就是你只要拍 就是咱俩 回到刚才说 那个13年咱俩 研究做这个买卖 你只要拍 我就得扶植你 为啥 我没有这个人 你相有计较 你别说开支播了 别说带货了 没有这些功能 你只要拍 我就得扶植你 那个就叫头部 网红红利息 那个期间是不可退的 退不会去的 不会再有那个期间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缺主播了 已经成型了 那个时候缺的时候 你只要拍 我就让你红 你拍啥都行 你拍光个腿 踢那个矿泉水 绑树上 我也能红 你拍板钻 拍脑 它也能红 你拍站地铁人 喊 我叫马牛逼 你还拍啥 你都能红 是那个时代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红利当中 现在此时此刻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还会持续很久 直到我们变成发达国家 也不能说为止吧 那个时候可能就快封顶了 到80%了 再进步空间就很难了 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很快再有10年20年 基本上你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你也操控不了这些东西了 厂子也好 啥也好 你可能说不定啥时候一旦自动化了 你可能厂子也倒闭了 你要如果现在跑到一个 已经快要封顶的地方去 你还有没有这个发展空间 你说我不去 我得国内能挣钱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不出意外的话 按照我要如果说悲观点的想法 你孩子可能在国外待个10年8年左右 刚快要毕业成人的时候 你可能你这边就不行了 因为你以你的认知 和以你现在的这个三观 我觉得你再往下走 其实挺难的 你就老实就现在整你这个厂 但是时代是一定向前的 你再不向前的话 你要不把你三观败正 你就卡在这的话 你之后就变 你就要直接把你这个档次 回归到你该有的 你想受到那些什么 你拖人办事什么这些东西 你享受到这些东西 通通你要退回去的 你通通都得退回去 那个时候 你想把孩子拉回来 他接受不了这个社会 你想出去 你到那个地方挣不着钱 那个时候就是你哭都找不着掉的时候了 咱就说讨论人生 咱别说讨论哪好哪坏 别讨论 你别讨论 别讨论这些没用的 咱就讨论到时候 如果有这种情况在的话 怎么办 咱讨论个应对方案 对不对 应对方案是啥 我问你 假如说未来十年八年 你的厂子在社会的竞争当中 你变得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你变得收益不太行了 你支付不了 你这一家三口 你这个两个孩子 以及一个媳妇在美国的开销了 他俩开始上大学了 一人平均五万块钱的学费一年 你挣不出来这些钱的时候 你告诉你咋办 你有没有方案 你要有方案 那你就往处送 没方案 我劝你 现在别瞎选这个道 你现在选这个道 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别说到没到四九年 进哪来 什么事 你别说到那个地步 你现在就是正常选择 你说我孩子选国内还是选国外 你结合你自身情况 我看的话 我不建议你往处送 我不建议你往处送 因为你没狠到那个地步 你后面很悬 你挣钱费劲 这是我看的 对吧 不是 我这几年 我在家里也挺稳定的 就包括这三年 你就这三年 这三年挣着钱的人很多 这三年挣着钱的人很多 因为情况特殊 而且我现在 就是在做这个抖音 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拿捏到人性 抖音在明年一月份 会有大的变天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在说啥吗 你不管他有啥 英格我就问你 不管他有啥 你都能屹立不倒 抖音从今年的六月份 抖音从今年的后半年 到现在 每个月增加的新规 是什么走向 未来他想走成什么样 你看过吗 你结合过吗 你扯纳都没用 我就问你一句话 英格 想在互联网上 拿到结果 是不是就那六 男人好色 女人爱美 小孩要教育 老人要养生 穷人想挣钱 负债的想翻身 就这么几点 拿捏到人性 五年之前 拿捏他们的痛点 五年之前如此 五年之后的今天 已经 别说 别说稍有起色了 已经基本上 一半都变色了 你说的这个群体还在 你说这几样 其实一一听的 就是老平台出身 你说的话 你知道现在 咱们村有多少 就公布出来的 能查到的 有多少实行负债人吗 这是多么大的 一个金矿 完了 你从他们身上 去割更多的韭菜 从他们身上挣钱 那你现在负债了 你负债了 你痛苦不 你煎熬不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教你做抖音 你教人做抖音 那我这么说 假如今天我啥也不知道 你教个抖抖音 的话前提是啥 套多少 你说 一千多 几百的一千多的都有 你真是 四肉你就吃 一千多你都要 一千多就要 一千多 行 那按照你的 按照你的这个东西 你不得给我数据吗 来吧 我去上个月 我招了一百个学员 这一百学员都挣多少钱 多的挣多少 少的挣多少 不是 那你看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一个老师教出 一个班里 那有考清华的 也有上半截上不下去 不上的 那能是老实的问题吗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你怎么 你别着急 把这说辞说出来 我就问 哎呀 他这个是干嘛的 大头鹰 他这个东西不是 是人家赚不赚钱 跟他没关系 你没听懂吗 对对对 人家只要把钱交给他就行了 对呀 完了 他只要把钱 我跟你说 他这个直播的时候 就得要买一个 你等会到我这橱窗里 等会我上一个 你去买一个那个博套 你再买个博套 你才能做到号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你缺个博套 你缺了 缺个博套 我告诉你 互联网上就走这条道的人 你都是 你都是属于啥了 你都是属于 后门的 后来者 还是赛雷兄弟 你肯定没我打赛雷 我就问你一句话 咱们小时候看的 那个香港电影 那个吴建道里面 那句台词 杀人放我金腰带 修桥不露 吴世海 你就目前这个社会 你承认不承认 我不是这么做的 如果我要赚你这钱 我跟你说 我一年赚个三五个亿 跟玩一样 对呀 但起码 但起码我不会做这个事 你不会做 你品格高尚 你是圣人 我敬祝你 那个衣服长他 我去我去拉吧 什么 没事了 领航员 你为啥就不跟我聊两句 我能跟你聊吗 没说不跟你聊 我说的是对象那种 那个我不跟女的聊 女的那逻辑 我我整不过 我都不跟人对象 我就是跟人好好说话 对吧 对呀 你这边说了 对象都没办法聊了 我还想想想问问你 我这你在一听你这个口气 在河南就是路子挺广 给我儿子整回来怎么整 我儿子回来怎么安排 我哪有 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做个小买卖 我正在我开个小工厂 工厂生意好的时候 生意好的时候 四五十个员工 现在生意不好的 那就二十多个工厂 哪个工厂 熊阳哪个工厂 你能说吗 方便说吧 要是咱俩单独没问题 我绝对可以跟你说 但是在这儿不能说 你这里面都是一帮愤青 他们再来把我厂子给砸了 那咱河南法治社会 不要黑咱河南啊 你看下面有多少人那样说的 我都没搭理他们 你没搭理他们 他们能搭理 搭理你都是给你脸的 你这就咱自己河南老乡 我听你说话 我都 我都觉着 怪不得人家说 我要给你吃饭 那就掉番 我不了解你 我要是了解你了 我要是说跟你吃饭 那我 我照你在行阳 我都避避 所以我都问你们 你在行阳 你照我那两天 在行阳哪个位置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了解了解 对吧 就河南就那么大地 行阳就那么大地 我河南大学毕业的 97年大学 2001年毕业 前两天给在郑州在行阳 给大学同学在一起聚会 我那天连线爆车牌 那你去想一想 我那天 我那些同学基本上不是在郑州 就是在行阳 在河南各个省 现在这个年龄 四十多岁了 七八年的 七九年的 都到哪个份上了 所以你给我透点 我觉得可高兴 我那天爆车牌是 我没想到 现在还有那种 就是上街上打砸 人家买的日本车 就给人家砸了 我没想到 咱们这儿还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这种 所谓的分析 怎么着了 人家美国也砸呀 人家美国砸了 人家议员带着砸了 怎么着了 对啊 所以说 那既然有分清了 那就说话 肯定要注意点 人家美国人家是为了维护自己尊严 怎么到咱们国家就变成分清了呢 这不是美国先带头来的吗 咱跟人家学的咋了 人家跟咱学创建 咱就不能跟人家学抵制日货 能学呀 能学 那咋的 人家学的都是爱国 咱就变成分清了 那所以嘛 所以那我就 所以嘛 你不是说了一切看美国 人家美国抵制日货 人家两次搞得 红红火火的 让我讲讲吧 人家都一眼领头带着出来咋的 咋的了 人家爱国 咱分清 不能双标吧 你没去美国 双标就学了淋漓尽致的 那你说你说你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对的 是吧 是一个民族该有的 你还得看美国吗 人家美国那就说对的 不是我问你啊 在咱们这 你说这种情况是对吗 我跟你一样一切看美国 人家美国可以抵制日货 可以议员带着出来 咋咋的就不能了 这聊聊什么话题呢 在这 怎么怎么又长得日货什么 你说歪了 兄弟你车被砸了吗 没有啊 你们那没有 那你在那预判什么呢 没被砸说啥呀 诸如说你这被他带偏了 又没被砸 什么叫咱们砸了就怎么样 咱们没砸哪砸了 我说十年前有啊 请问现在有没有 你别老拿十年前说呀 那你知道美国十年前还干嘛了吗 现在目前还没发生 但是我就这 就这个直播间里 这评论区的这帮人 我觉得就是 请问发生你不用觉得 你不要觉得 请问发生了没有 发生以后再说 没发生你在这预判啥呢 那我跟你说 我那时候还有人打电话过来说 要我腿要我胳膊的呢 那我不照样该出门出门 该晃悠晃悠 你快了 那我能说所有 所有这类人全是恐怖分子吗 我能这么说吗 我在美国还有人上我家门口堵我呢 那咋着 出发吧 哥们 那还讲啥呀 上一窝吧 你不是快回来了吗 你要回来 你啥时候再 你肯定回来不了多长时间 你还得去 你到时候去的时候 我去找你 我想和你埋的 你找我呗 咱俩老乡 我找英格 我想和你埋的 我说死话 我想和你埋的 我跟你说英格 你这样厚此薄比 你别让我在美国看着你 你抖音刚开直播的时候 你别让我在美国看着你 我容易给你领墨西哥 去打窝去 我实话 经常接粉丝过去 我人现 粉丝过去 你还给他 你帮忙给他 我这个人在互联网上挺nice 现实你碰着我 我容易给你领墨西哥 我给你打窝 你懂不懂 我拿你打窝 真的我说实话 我现实大了 这样这么半天 我就带你上墨西哥了 我领你去打窝去 你太残忍了 我都送到我们那州种草 我给他领墨西哥打窝去 你千万别让我找着你 你别更吟斗音 你别让我找着你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我现实心脏不好 脾气比较差 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愿意出你自己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破房了 我没破房 我现在还是很nice 我只是跟你说 我容易给你领去打窝去 我没说别 那你没破房 你跟我说 我去了 你见过 你给我领去打窝 钓鱼去吗 你没钓过鱼吗 那不是破房吗 那破啥房啊 我领你去 干啥 我得承认破房 你先拿稿费 哥们你别告诉我 为了30Q币 你犯不上吗 不行 我给你转30 现在这么便宜吗 30Q币 不是一个皮吗 破房一把30Q币 几个皮 那是属于 那是属于口头承诺的单位 这真正给 不一定给多少 就除这30块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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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等会儿啊 我湿巾哪儿 我还看着他老乡的 不然 我还看着他老乡的 我还看着他老乡的 给我气 我气完了 手都给我气出去 你看看 这就是蚊子咬的 就行了 蚊子咬了 然后咬咬挠一下子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 整成这样似的 搞成这样 行了 行了 别撕巴了 你也别 你也别降了 你要到国外 你就记着 我跟你说那句话 带着目的信 从头到尾 我没说我想出去 我自己在这 过得挺好的 我们家也过得挺好的 我有厂子 就哪怕厂子不行 也也就存的也也差不多 省着点也够当个小百姓 你当买卖看吗 当买卖看 我跟你说了 你在后面 你要先考虑到你进钱费劲的问题 而且这个事很快应该就会发生 你进钱很快就会费劲了 费劲还能不能供孩子国外 到时候你 你想我到美国送外卖上 这种我见多了 国内一说混的都不差 国外你干嘛送外卖呢 我就投一乐 我北京六套房 这身边都现实发生 真有 真有 到最后 你也不过 就是这个下场 因为你到这个社会来 别说你孩子了 你是没法融入的了 你肯定没法融入了 你能挣点微博生活费 换个房租 基本差不多了 你的孩子能不能发展 咱说本地长大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不过如此 你半路出家 你能好哪去 这不是最最最最基本的吗 对不对 这是看卖卖吗 现在卖炸鸡 哎呀 不是卖卖 那不是那不是 他那是啥 是高中要求必须实习 还咋的 没有 就是人家就忽悠孩子们 去打工 他跟着一帮小同学介绍去的 他上班的全是134 156的 最大的18 在一起卖炸鸡 还劝不住 还要上班 咋没人 现在怎么没人 没人问通工的事呢 怎么用通工了呢 不到18怎么工作去了呢 有了有了有了 13都上班了 他有个小同事13岁 好好好 吼死我了 通工 正常 说你看他都上班了 我也要去 那来吧 一个小时9块钱 原来8块9毛1 现在涨9块了 听着没有 听着没有 本地长大的 人家那个爹是老外 都不过如此 你孩子多傻 你孩子多傻 就说白了 他该打工想挣钱 你顶多 你身为老父亲 别打了 差多少钱 想买啥 你也就这个 等孩子毕业了以后 他不还是面临社会一样的问题吗 你忘了上次咱俩连麦 我是说让孩子出去建设以后 上大学 还是想回来吗 上大学想回来 我儿子现在想回来 上大学 昨天晚上有一个 你给我出条路 昨天晚上有一个 不是 昨天晚上有一个 爱他我的视频 我早上起来看的 一个中介 那女的那个连挺长 中间这个人中 这块都都有这么长 完了 有些人的选择 在国外待了五六年之后 五六年 他转身回来考清华 只要语言能考过就行 考过了以后 他们的分数大概就四百多分 就够了 就能上清华了 我想问一下 义父正好你搁这 我想我想问一下 你给我答个疑 清华国际生和清华毕业生 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区别 挂上清华就行了 北大飞鸟 那是 不是这个其实是看什么 这个其实是看他出来想干嘛 当然有区别了 那他当然有区别了 那他出来是想干嘛 对吧 你是要混个学历 当一个敲门砖 然后捣拔捣拔弄一些 这个是他课程体系都不一样 听见了吗 你不就这想法吗 你不就这想法吗 听见了吗 漫漫现在回来上大学 我看各种都保不定 你不就是这想法吗 是啊 医夫说的没错 是吧 你别看他 我就又想我 对 我说你医夫说的没错 赛雷说的没错 对呀 对吧 那你说你还想说 他就想要有个文凭 那说实话 跑出去能光通要阻 哎呀 那清华北大 那其实讲道理 没毛位 实在话 那剩下的问题来了 请问孩子怎么入籍 对呀 孩子怎么入籍 孩子16岁跟个白人 是 你说你别认识 那怎么入 我没有认识 那你怎么入 你现在赚的这点钱 我按照你每年都是这个钱算 你都不够投资移民的门槛的 800 投资移民不是800万吗 800 谁跟你开玩笑800万的 你有没有 我先说 记得前几年 前几年400都够了 现在好像是800 领航员 你也甭给我说 这个投资移民多少钱了 你家孩子住几时 你就 你家孩子想回来上大学 你要给我捋明白了 我真的 我都好谢谢你 不是捋不捋的问题 首先你孩子出去 你得吃得喝得用吧 俩是吧 我听的是俩吧 对 俩 俩过去 我不说多 一年一个孩子30万 不算多吧 不多 不多吧 就30万 一个孩子30 对呀 不然呢 一个月3000美金 哥们 你心多多呢 3000美金下不来 不是 你读书 你学费要不要交啊 一个月3000 那一年不是3万吗 你学费要不要交 学费不交啊 交点 交点课后班 交点那啥 交点兴趣班 你不可能 你孩子读完书 放了学 你啥事都不学 啥东西都不学 你最后咋考啊 对呀 你孩子GPA考3.8不低吧 完了怎么升学 你不得有各方面的奖项吗 他孩子什么 是出于读高中吗 没有吧 我想初中送去 那你初中想送去 你这样送去 你只能上私利 对吧 私利他都进不去 不是 你找人写推荐信 我算他才能搞 那也进不去 那有没有便宜的地方 那个评论区告诉你了 你这时候早不看评论区了 评论区告诉你 我儿子明博汉 一年60万 比如 那有没有便宜的 那太贵 不是 你如果是初中高中 都要去读的话 你能上 大头肯定能上 能上那种拉拉唧唧的私利 肯定有人说 给钱就能上的 那你给钱就能上 你一年要不要三万美元学配 最少了吧 三万美元 幼儿园都三万现在 对我知道 你拉拉唧唧 拉拉唧唧的 孩子那小城市 一学期两万 我给他安低了算 我给他安低了算 往低了算 三万美元一年要不要 两孩子一年六万 你算要不要这个钱 然后在家吃 在家住 你要住学校 住宿没问题 寄宿值 没问题 然后吃住那就没了 周末也不用出去玩 晚上周末就待学校里 就单学费 一年两孩子六万 那不是 那我算差不多吧 平时有点杂费 买点东西吧 这都没问题 两孩子一年60万 没毛病吧 这个是已经是 过得低保水平了 反正我计划 就是两孩子 一年就是150 人民 就是咱们这儿的 那个东西 那150一年肯定够 然后你继续 干完以后 你现在孩子是等于 小生初 对吧 初中干三年 高中干三年 六年 然后你投资移民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办 光给两孩子办投资移民 你知道投资移民的概念 是什么吗 两孩子有资格 办投资移民吗 绿卡持五年 也就是这俩孩子 要在美国要待多久 而且一旦进申报期 他回不回来 我跟你讲 都有问题 万一回来以后 他签证签不出去了呢 基本上就待那儿不回来了 哥哥 你能接受得了吗 孩子可能跟你几年都见不着一次面 我有朋友就是这个状态 当中大概有个六到七年没有回过国 你接受得了这事吗 等到六到七年你说你孩子如果找一老黑 你接受不了 他回来都给你带俩老黑回来 你怎么你接受得了这事吗 光光给你带 你人在国人在国外呢 你管得着吗 你都别说人在国外了 说实话在你眼皮子底下读书 你都不一定管得着 你去国外你还管得着 孩子他妈到时候你都管不了 孩子他妈也带两个回 很有可能 你当中这些东西你接受得了吗 好 即使这样子你全部都接受得了 当然他是连孩子他妈一起带过去 就管了孩子是吗 对 那又多一张嘴还带租房子呢 对吧 你孩子他妈不可能睡宿舍吧 还带租房子 还在买车 还在买车 这个我都不去说 也就是你在那边至少孩子 我算最佳情况 10年以上 我算10年你拿下来了 这个已经算很快了 10年 10年拿下来了 1500万干进去了 这是生活啊 1500万干进去了 投资移民还得花钱呢 2000多万 兄弟你有这钱你 你都不抵等孩子 那个指高毕业了 一人扔1000万了 对 指高毕业一人扔1000万 存云航吃利息活子吧 真的 吃利息活的一下孩子 你告诉我1000千多少 40万吗 我不跟你们扯 你们扯的都是 按照你们的说法 都在帮你 按照你们的说法 都掏金掏肥跟你说 不是 不是我没有在跟你扯 我在跟你算账啊 你国外学费 是不是这个价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是你们就随便 我说我一年 大概收入就是150 到底的 那你们就直接 就往200300上算 那我肯定就 不是 你应该给我往100 你150现在往10年算 10年多少 1500 两孩子一人750 一年4%利息 一人20多万 一年就存花20多万 不行吗 给他们存的 你最笨的方法 你算算这账 他能 咱说他20多万 他现在你先告诉 孩子毕业了 以后就你这钱花出去 孩子给我毕业以后 他能不能挣上20多万 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孩子 孩子毕业 开始算汇率差了 美国刷碗都3000 对不对 你先告诉我 孩子能不能挣上这些 我是说 按照你们的意思 就我目前 这种生活条件 在 就这种收入 就根本就不可能 把孩子 我跟你说 就大实话 跟你说的不合适 根本就不可能 你这个条件 放国内 孩子连送国际学校 去读都够呛 实在话 我给你个 我给你个低成本的 我给你个低成本的 这个执行方案 这样是的 老婆先改嫁 改嫁 嫁给老外 啥颜色不重要 完了拿绿卡 绿卡五年后入籍 入籍以后申请孩子 这便宜 这800不就先省下了吗 800你存的 你到时候一年 你到时候拿二三十万花 对不对 到时候申请孩子也行 完了还能换媳妇 你这不八全其美吗 合不合理 你舅爷可是谁这么损呢 大哥落没声了 大哥落没动静了 合不合理 你说 我不 我不想跟你们撤 我下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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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合理 剩800来个 你一年 你这些先剩20多个 你自己画 走了 伤心了 他还伤心了 他还伤心了 这么合理的招 这么温和的给他掰开了 揉碎了 掏心掏肺的 咱要真说 哥们你要是平时这么跳脱的话 真说 真说你要能行的话 如果评论区建议能采访 跟舅爷也不是坏事 自己家人 再说舅爷没几年 房子给你一留 多合理 房一留 来你就有地方住 一年交点地税 没多钱 这种状态 其实挺多的 我给他拍一下 我这么理解一下 他就是差不多一年能赚150万 然后老婆是不赚钱的 这个理解 对不对 对 一直都是老婆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说实话 在上海夫妻两个加起来 有150万 真的是抓的比比都是 就大城市 你真的是到处抓到处游 见过很多 这种状态下 俩孩子要共读 国际学校的状态下 有都会出现风险 是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万一有一方 没有钱赚了 那孩子接下来读书都是问题 这个在上海也是非常常见的 俩夫妻俩都在大厂上班 然后一年每个人拿个80100的工资 孩子呢 俩孩子送国际学校 然后呢 还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背了个一两千万的房贷 一旦当中出现一个 夫妻两个出现 一个出现问题 整个家全团灭 对 这个是什么状态 是因为他现在在 在小城市里 生活压力相对比较小 有了150万 在当地已经算精英阶层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你别说他出过国 他都没有见过 外面的有钱人是什么样的 这个条件还想投资移民的 还想把俩孩子送出去 老婆跟着一起去陪 实在化 两千多万干回来 我先不说最后回来 这个文凭 两孩子能不能挣的回来 最后这个集 他根本就落不了 他没资格落 他拿什么落去 谁给这爆料 说他就也有男朋友了 虾仁诛心了 虾仁诛心了 夫妻两个150万把把抓 这个是说句大实话 真的是非常多 就是夫妻两个在大厂 一年年薪的拿个七八十的 在一线城市里面 真的是不少 虾仁诛心了 完了我现在 现在那是回不来了 也赚不过来了 应该是个白人老头 皱皱巴巴的 递了个拐杖 穿个背带裤 白色衬衫 完了脖梗 都找毛 毛最重 脖梗这毛都白了 而且关键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 他是怎么能有这个自信 自己未来十年每年 都能继续赚得到这个钱的 一年一百五都敢这么吹牛 我也不知道 是哪来的自信 不是 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任何一个生意 你一个公司 说实话 你能开个十几二十年 其实你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你能十几二十年 保持一直能够赚钱 那这个公司 说实话 他真的很牛逼 这个其实比较少见的状态 在同一个业态里面 不受任何市场周期经济影响 然后能够持续的 每年持续输出 赚到固定的钱 这是非常困难的 你没大年没小年的 对头 是这道理 你跟大头鹰 现在你看 这个状态 是吧 你看 过个三年五年以后 他还在不在做直播 没人能确定得了 是这道理 搞不好三年五年以后 回沈阳电台去当主持人去了 是吧 好好好 我回沈阳了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叫一会我回沈阳去了 我常存认回沈阳了 好好好 说错了不好意思 好好好 我回沈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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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沈阳 现在现任的亲戚 我回沈阳了 我现在身边就一个朋友 就是孩子本身 人家是考出去的 上的大学 学费蛮高的 结果呢 这两年生意不好 孩子学费都交不起 到处接 搁酒的搁食 然后儿子知道以后 也不愿意上了 直接一扭 一扭头回来 就是学费交不上 住宿费交不了 头丘不行的话 头丘不行的话 我上沈阳 我像刚才说的 我买个脖套 咱俩个沈阳 咱俩个本地圈 你这脖子戴不上脖套 没事 你有脖套吗 你戴一个试试 你戴不上去 没有 有脖子吗 没有 我跟头丘跟沈阳 我俩整个培训 一个月 我分五千 头丘拿三千 咱俩凑手吃喝得了 最好不要混到这个份上 最好不要混到这个份上